已经要接近10月底了 难道还会有台风来吗 目前看起来是因为 受到这菲律宾东方海面 一直到关岛附近 现在处于一个低压带环境 有好几个扰动正在酝酿当中 所以你看到画面上 这是美国模式预测 时间也是下周五的晚上9点的话 看起来会有一个台风生成 而且很耗尽台湾 但是距离现在 因为时间还蛮久的 这样的一个预测 其实充满了变数 有待观察各国看法都不太一样 但万一接下来有这么多扰动 生成为热带型低气压 再变成一个台风的话 那么要值得观察 就是这两个台风 会不会相当靠近 形成的共办效应 但是这个台风变数还很大 有待观察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接近我们的是另外一道封面 跟东北季风 在明天开始就有影响 我们看到下一张图表资料告诉您 礼拜六的时候早上起来 可能北部东半部的观众朋友 就会感受到 天空的云层变厚了 而且开始在下雨 随着这封面通过 包括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地区 宜蘭要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情况 气象鼠说 这一波封面的结构 虽然不怎么扎实 影响到礼拜天早上 就会开始减缓了 但是还是要留意 他们认为 还是有可能在北部出现 局部的短延时强降雨 提醒周六有活动的观众朋友 建议要准备好雨备工作了 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 直接下周山 这样的封面接近之后 到时候北东又会有感受到降雨 不过中南部您看到 其实受到的影响并不大 一整周趁起来 都会是晴天的样子 但是温度部分 就会受到影响了吗 我们看到两波东北季风 主要还是集中在北东的影响 也提醒观众朋友 明天感受上在北部的风 也会越来越强 明天云林以北到东部沿海 还有离岛地区刮起 包到九级的强震风 那么活动也要留意着风大的情况 温度部分在礼拜日的话 北部跟宜兰地区 温度落在23到26 至于下一波的话 则会低温下探21度 提供给您参考 以上是这节气象 再把时间还给华弦